三立财经台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Judy Nye 好 今天可以关系到 在指数的部分呢 其实开高之后 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一个震荡幅度 依旧是在维系的 大概0.4到0.5个百分点 的一个涨幅 而且在今天啊 成交量呢 再次的萎缩下去 似乎一切都还是沦为到了 个别类股的一个表现 因为在家群指数的一个部分 虽然说涨得不多 但是OTC是再次创下了 今年的新高 而且到了尾盘 这个涨幅是持续的扩大 在今天其实OTC 涨得最多的 涨得最整齐的一个族群 邱老师应该昨天 前几天就已经特别 帮我们提到 就是生计股了 对 生计股来咯 生计股来了 机会来了 对对对对 那我说股票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你要学会灵活操作了 那我们再要复习一下 老师朋友 如果没有办法回答的 打屁股 生计股跟什么股票是悄悄版 IC设计 IC设计财报公布 不如预期的比较多 那生计的是超乎预期的更多 所以这两个也因为在财报公布之后 结构在略略在做转变咯 生计股来 所以你就要做你知道吗 你就把那个部分的IC设计啊 那个用你的停利点 把它出场 然后开始转进生计股 这样操作对不对 这个就是灵活 因为你对股票上 让我当然讲的就是一个 灵活的操作观念 我在10点 10点 我在10点半的时候 早上10点半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说 生计今天来了 我们提到了一个什么 提到一个 4120的 麻烦把我们看一下4120 4120的股票 为什么提到它呢 因为它去年前三季就赚6块多了 这是基本面的 后来我们又补了一档 4743的 我们看到 4743 哇 这盘中涨不 盘中涨不 涨停盘 那生计股今天连那个大咖都涨了 麻烦一下 1720 这也可以说 生达 对 100年没上党的股票也上党 所以生计股来了 我常常讲说操作要灵活 一样我们还是 对于1795的美食 都蛮看好的 那我说之前只有这一档 那我们今天开始陆陆续多增加了一档两档 那把这个IC设计有些股票不会动 不太会动的啊 那财报是稍微差一点的把它换掉 我希望同志们你有这个观念 你有这个观念 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你讲说生计股来了 这两天我也跟大家 昨天我还特别跟大家讲 美国生计股创历史新高 美国股市的生计股创新高的原因是因为 它最近在发这个IPO 那生计狂涨 这也是最近支撑纳斯达克 供上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所谓的权重的部分 那纳斯达克就是电子股加生计股 所以这里面有NBI 或者说所谓的VTK生计指数 最近表现都相当好 那么生计股会有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生计股如果动的话 这个加权指数的成交量通常都不太够 你看今天多少 八百几元而已 所以成交金额的量的不太够的话 也让这个大盘 这个资金就开始转到什么 有点在营收公布之后 事实上一月份营收是衰退的话是蛮正常的 因为刚好碰到过年嘛 那当然资金就因为最近 在政策上有点模糊 开始有点模糊 说要拿出什么政兴的东西 我拿出什么出来 当然这也是政策的嘛 王章会谋 大家最近知道吗 到中国大陆讨论这一块 也跟生计股有关系 再加上我们看一档股票4743 不然你再看一遍 来 四季市到日K线 日K线 你看再缩小一点 你看长线走跌之后 两个底有没有看到 那打出来了 两个底打出来了 这个机会就来了 所以感觉起来今天表态了 是不是 今天就有点表态 你说老师 这个一定是长线大多头 我同时跟你讲 今年的股票都是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 来我们再举一档股票 623你的操纵 麻烦一下 623 你看再重说一下 它涨了一段横向整理 今天还在横向整理而已 那横向整理的话呢 部分取代了个股机会来 可是你不要小看 它从那个五十几块 涨到一百多块 那涨了一倍了 你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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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所以今年你要掌握这个要诀 这个米港 倒不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 倒不是说这个营收状况不好 就是因为股票看的是未来 题材会不断的加持加持 包括自动化我也非常看好 龙哲科 我认为拉股还是需要找 买点今天是小福 在平原附近打转而已 跌不到一个百分点 对啊 因为它前几天都大涨了嘛 又变到前一波高点 这个续报都没有关系 你要守你的停利点 只不过今天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再讲一遍 再考一遍 你要记住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生计股 因为在昨天公布财报之后 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IC设计 是比较不如预期 你看昨天3035的资源盘中 一路杀到跌停 一路慢慢有点不如预期了 今天虽然谈上来 当然所以 财报反应一天嘛 那么今天成交量不足 美国生计股创历史新高 总统的迹象显置 生计股的机会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做调节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你盯好 盯好它你的机会就来 股票是活的 有时候我们说 你看今天791亿而已 你这个成交量就是有可能 就是资金就是要转到 这个生计股的题材 那至于指数的部分 我要麻烦一下 这个星云跟大家提一下 量的部分 刚秋老师已经特别提到了 只有791亿元 而在指数部分 最后修价了8430点 肖涨了38点 好虽然指数的部分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一切都是沦为 到了个别类股的表现 而且刚秋老师也特别说了 生计股的一个 似乎这个多头要再现了 那从中到底要如何寻找指标股呢 广哥之后 继续待你来看 我们马上回来 专注让华信投股 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我们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 建立投资优势 圆梦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放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财富管理从年轻就要开始 你会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景 认真的理财 可以不用一天到一家班 陪伴孩子成长 我用各种理财的工具 认真的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认真 认真 认真理财 让美好都是进行事 认真的台心 挺认真理财的你 只会好伙伴 超级马力新台币优利定存 最高阶年龄率1.8%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放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理财从行动开始 华信投顾最专业的精英团队 提供您理财导航专业咨询 02-2392-9668 2392-9668 最专业的团队 欢迎您来电 欢迎大家来高雄 买东西吃海鲜 电汇期间 花妈邀请大家来高雄散登 欢迎大家来七处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 Explorer Truth SG News.net 三立新文望全新上线 你有长期胃痛 为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你没有时间再慢慢验证了 新春计划财神保镖专案 三大策略 一对一贴身规划 短天期专案服务 集中资金放大效益 第一季全力帮您批现金 华信头顾林河宴总顾问 财神专线 0809-070-567 欢迎回来 既然生计股的一个机会 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让机会给跑走 所以邱老师想请教一下 生计股到底要怎么来 从中寻找指标 好 我想生计股 我们来谈 等一下来谈一下 这个生计指数 就知道说生计股 大概 大概全台湾的头顾界 那么大概我最早接触这一块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大家有时候 会谈生计股 谈NBI VTK这些生计指数 这种生计指数 没有很久 也不过十来年 大概十四年左右而已 就是说这个指数 在国际上只有十四年的时间 在十几年前 我开始在琢磨这一块的时候 大概大家投资人都很 都不知道什么叫生计股 那么生计股慢慢发扬 当初的生计股 是归类在所谓的绿能概念的 大概在十年前 那么生计股我们琢磨相当深 所以我做生计股很少失误的 不过去年会给你做的 那末天 最后几个月 专攻美食就好了 所以一大国一国 生计股大跌 美食创历史新高 这就是说我们对生计股的了解 不是一般人 也不是说 我也不会莫名其妙跟人家 压生计股压一年两年 没那种做法 国庙怎么会这样做呢 什么时代啊 对不对 时代没空啊 股票市场上 未来这很长的 但时间都是一段一段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操纵长了一倍 休息一两个月合理啊 那你一两个月一直凹在那里 这个不是办法 万一它凹久了就下来呢 你知道凹久上去那就算了 万一凹久了就下来呢 你这个盘整是足底呢 说不定是做头了 所以说这是最笨的做法 一段一段做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做大事调节 有些不太动的啊 有些该出场就出场了 该赚就赚出场什么关系 小赚也是赚的 那做一个合理的换股 那因为我们看到生计股来了 那生计股的时间波啊 去年的这个过完年也涨了一波 事实上过年也涨了一波 那这段时间涨的生计股 具有观念存在 正常的生计股的时间波 你拿一支笔记一下 4月份 7月份跟11月份 这是一般来讲的生计股 因为这些时间点他们 比如说4月份到5月份 全世界的FDA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大型的生计会议开了之后 就有一些新要号认证 那这一两年有一点提前发动 所以有时候提到2月份就动了 现在刚好是2月中旬 来到2月中旬了嘛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那各位减说 因为我们今天有更重要的 东西要跟大家说 好 我们先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的盘中解盘节目 我为这就跟你说生计了 再给你補充一下 再给你说 给你买到低点 就跟你说 你刚才买到低点 你刚才买到低点 在跟你说的时候 刚才买到漲停 所以你准备一下 再买到买 再买到这就漲停 这样也不错 好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指数的观念 还是要跟大家讲指数 指数这个一关一关 所以我说过 你看我们这个指标设计的相当好 这个操盘工具就是操盘工具 我们会有文字跟大家讲 这里是偏空 有没有 我们也有在这边跟大家讲什么 这里偏多 这里偏空大概300点 200点到300点 这个偏多 你看就知道趋势又往上了 这个大概你看这个区间都是一天 这个有没有看到虚线的吗 有没有虚线这些 这是一天一天的嘛 所以前三个营业日之前 在这个8300附近的话 就慢慢翻多了 慢慢翻多了 那翻多上来的话 不多啦 现在大概六十几而已 还好啦 这个加减 你每一个金融商品 你要去了解它 指数也是一种金融商品 黄金也是金融商品 雕油也是金融商品 看你怎么做 看你对它的金融商品 这个性质的了解嘛 大家要了解 这才持续偏多就对了 那这个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说 股票市场上谈的是结构 我们这套操盘工具 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东西 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 观念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套工具里面 这个全新推出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叫做单股 那么同学你可以来试试看 我觉得单股有单股的策略 我们这个操盘工具的 这个一个操盘工具 不是让你按下去 要跑出四五十档 一两百档的股票 让我自己去选 那就不算了 通常我的股票 就是一档左右而已 一档到两档 我们这种操盘工具 但是我们现在更精致 在某个时间点 推出单一的 像今天我们是 就是在九点十九分推出这一档 这一档股票叫做单股 单股 4916的 4916的 单股 结果他说尾盘是掌型板 尾盘是控制 这个 我说操盘工具跟看盘工具的差别 那你可以使用我们这一套工具 好的你想要发挥 你说资金比较少的 你可以做做单股就好了 所以我们会推出 单股 什么叫单股 投资者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这个做完 换那个 一个接一个 那你在做单股过程 也不是每一档都天天大涨 也不是这样 也不进展 就是说这个 因为现在要推出 这所谓的现股当充 这个扩大 这个现股的一个 当充的一个交易 那我们是注意到说 好像实施这一个多月来 投资人输的比较多 输的比较多 这个好像 这个总计投资人 在当 这个当日充 隔日充输的比较多 所以我咬着牙 我们就把有 比较有题材的股票 跟配合技术面 给我们这个投资人 给我们的客户来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个 四星科4916 就是单股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就是单股 4916的四星科 单股 那么我们来看看 盘中线 一大早在他什么样的位置 一大早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常常讲说 有时候我们这个四星科 一大早 一大早9点多 9点5 10分左右就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在这个位置 看他动了 你看他整个拉台上来 今天至早4%5% 这样操作会比较理想 一点 我当然不希望大家 我们做股票一定是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 四季 投资组合 多四季 这个很合理的 可是有时候 考量到投资朋友 也想要这个 我们就试着推推看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这个所谓的单股 单股 单股 来看一下单股 就是这个单股的话呢 这里面我跟大家提到这个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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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特殊列出一个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大家可以试试看 没有百分之一百 国家企业 我们只是说 尽我们能力做 能够做到的 既然单股 它就是 转折到的时候 你就要自动出展 再换下一档 我们每一次都会 后面跟你做注明 很清楚 我就想说 没有我们 我们不要把它 放在这个所谓的单股 这个只是说 我今天特别这样跟大家介绍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看到最近的报纸 有提到说 这个好像在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上 大家最近做这个 这个 当日冲 国日冲 都做得不太好 那就是说 现在要扩大的时候 当日冲 革命要扩大的时候 你有些观念 就要弄得很清楚了 好 那么台股新攻略 是要告诉大家 能知天下事 既然能知天下事 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了 国际股市 昨天 这个是横向整理的 国际股市 最近的变化不大 不过有一个东西 大家要注意 中国大陆这个 隔月拆款利率 最近暴增 这个是不是就是 前方的开始 所以中国股市 这一块 我们要再密切注意 那么最近比特币 在重挫 你不能再算 比特币不太对劲 比特币又重挫 上个礼拜 还在九百块 多块 现在变六百零七的 这个是 这种金融商品 就不是你可以碰的了 那变化太大 你没有那种心中 要赏太大 你把它当作拔掉 这样不对 好 那其他的东西都很正常 目前看来 就是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 我们看到什么 这个中国的隔月拆款利率 突然爆升 昨天就单日涨了百分之二十四了 那么 隔月拆款利率所衡量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 很多这个 这个所谓 中国的钱荒的问题 不过中国它有它的一套 其实国家 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看待的 另外 比特币暴跌 那么其他的东西 变化不大 最主要是 所以那生计指数又大涨了 我们来看一下NBI 哦 这个 那啥个小涨而已啊 BTKO大涨 这是创新高的 那其他的这个 指寬指数部分的话 我们请这个新闻再跟我们讲一下 好 先来看到台指期 最后的一个收盘状况了 在整个台指期的部分 涨幅就来到0.72个百分点 而在电子期 以及金融值的一个部分 涨幅同样也接近0.7个百分点 似乎在今天期货上 涨的比现货还要来得强劲 但现在呢 其实大家还是把焦点放在了 在整个个别股的上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国际股是到底最近在涨什么呢 好我想我们再把我们列一下 生计股来了 IC设计的整理拉回 生计股来了 我们等一下那个字 再给我们打一下 让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块 我们要注意到生计股来了 生计股来了 好 那么看盘工具跟超盘工具的 拉回 这个这个差别就在哪里 超盘工具 超盘工具跟你讲 国际股在涨什么 我跟大家讲 这个黑纤纤就是代表多头 所以呢 电子商务的 昨天也又大涨了 电子商务的 这个叫灿心理 所以我们今天又看到 这个商店街 好像有光阳涨停板 那Google 还在1172块 蓝宝石基板持续走强 月峰造圆 是震荡在那边整理而已 因为它也涨了一段 康宁持续大涨 即将创两年新高了 注意喔 康宁的大涨的话 我觉得 你不要看这个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留意 这个群创 包括这个奇美财 铭记台这些 友达已经被调高平等了 美光继续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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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 特斯拉昨天涨了5.3% 这个F茂莲呢 我认为长线 你真的好好地要照顾它 你要好好地照顾 这句话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再度 创下历史新高 那今天的这个F茂莲 大概120几块 不到130左右 那特斯拉如果创历史新高 那应该有157块 这个应该合理的啦 当然这没有100% 那么这个特斯拉去年 大概赚7块 今年应该10块钱起掉 不过我还是强调 这是说市场上的一个评估 任何的这个财报 都是根据公司派公告为主 或者是股市观测站公告为主 不过特斯拉11月份 是比去年的12月 稍微退一点点 我说过 这个因为有五六个营业日 没有办法工作嘛 这个就会影响到 这个这个里面的变化 就是这样子 好 其他的变化不大 我们觉得应该要注意到 是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 今天创业版稍微拉回了 不过迪亚迪 昨天涨停 这今天一例地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看到 一例涨停了嘛 那么迪亚迪 不要离涨停板 昨天的这个中国大陆 有11档的特斯拉概念股 全面涨停 那么特斯拉的概念股 在中国股市 昨天涨了快要7% 整理 因为中国大陆 涨停板是10% 那么其他呢 这个自动化的 继续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 就是说 它自动化概念的 还有呢 昨天最强的 也有风电概念股 你看 这个反应速控 这个是属于自动化的 继续创新高 有没有 天顺风的昨天涨停 今天啊 在中国大陆股市 拉回都还继续大涨 这些都要注意 那么东京电子 金胜电子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到那个月峰造元 这是蓝宝石基板的 继续大涨 继续大涨 所以做股票 你这样做 你就不会去省 你不会失误 你做什么东西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自动化 有没有续涨 特斯拉概念股全面涨停 风电涨停再创高 这是昨天 中国大陆的 这个创业板涨1.35的时候 那今天创业板拉回 今天创业板拉回 这说过 操盘工具 跟这个的差别在哪里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一些股票 因为最近这个 慢慢在转变 注意喔 来 这个股票 我们八点到九点一大早 跟大家提到的 你看 已经涨了两回了 这个要均保 今天还在过高点 这个 这样的股票 有这个无线充电的 有NFC概念股 题材越来越多 尤其NFC概念股的话 后续补涨一些股票 大家要注意 今天我们最主要跟大家讲 这支股票 今天我特别考虑 我们的投资朋友说 你还可以把它扣回来 这个 没了之后 还可以把它扣回来 你看 这支是什么 这支是陈宏 你很久没看他这样 那陈宏即将要走出利空 那今年的 今年再怎么样 不会比去年差 宏达电现在的余率 搞到现在宏达电最大的余率 今年可能搞不好 跟去年 这个 我这样讲 如果有一句话跟你讲说 宏达电的今年 不会比去年差 这个不是利多 因为它去年很烂 这样懂没有 去年是赔了一屁股 这要理所当然 这理所当然 今年不会比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 陈宏去年还有二十块 所以如果他公司派跟你讲说 今年不会比去年差 那还有二十几块的实力 那本利平 如果二十也是很怕人 自己去算算一下 所以他的机会 他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大家忽略到说 中美国这个 国际股市啊 这一块是在大涨的 那么我们来找一档股票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Nisha 日本写真Nisha 你看看 这座股票 最近两天啊 两天起来两天 这个Nisha 它的代表 它是成功合作的 但它因为拉回过了 不过这几天啊 这个因为今天 日股市修饰的 日本股市写真 这个日语叫做Nisha Nisha 它的代表叫7915JP JP就是日本 它就跟陈宏很大的联动性 过去这三个营业日 涨了快两成 所以陈宏啊 你看还是低档有成的 这支股票 如果市场上跟你讲说 这个这个 这个基本面 不会 再怎么样 不会比去年差 那就是二十块钱 EPS 二十块钱 我现在本利比较没十倍 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机会又来了 这机股票 这机会又来了 那就是TPK 陈宏嘛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是不是机会又来了 好 那么顶天啊 因为顶天公布的财报很好 今天盘中一度涨停板 那他也是在横向整理的 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一块 那看到横向整理的情况怎么样 那必要的时候要加码再加码 因为这一个股票 我们是从这里做上来 我想这个已经讲很久了啦 这国外公开股 他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里面临到这一块的技术面 跟这一块的技术面 那么这一块的技术面如果突破 我们现在看到营收非常好 可能是历史新高点 可是呢 他能不能再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 在横向上 我们来到这个压力庭 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出托 我顺便跟大家讲 如果是合乎道理的话 美国的革命啊 中国到中央镇 电子继续飙的话 我们就要准备再加码进攻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从这里两个来回的话 也是怎么办 那10机停办 那10机停办啊 等同的这些多少 这些是26块 26块 25块 26块 这些是50几块 那做股票有时候 放一个就贪一杯 一个月就贪一杯 这种情况 今年会经常发生 生技股 我跟大家提到 今天这个有化 有化 因为去年前三季就赚6块钱了 这个已经开始有点震荡 开始要往上攻了 那么这个当然它不是 它的新药部分比较少 因为它去年还认证了一个 一个新的新药认证嘛 不过今年是不是题材 会在这个地方发挥 就不知道了 去年啊 涨这一段上来啊 是市场的业内主力大咖在做的 后来因为贵买的一个 一个要求的情况之下呢 是一路回挡的 那现在会不会再来一次 我们看到这几个字 来 去年前三季 它就6块了 我跟你说的 前一边 现在的资金啊 一大堆 都没那么多钱 你别乱说喔 再多贵买两三百个 生技股 EPS还没那么多 但是这个 这两个人看 去年前三季就6块钱了 第四季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嘛 好一样喔 今天TEDR有点开高走地 F茂莲 但是呢 它今天也是创新高 慢慢做 今天我把它视为 长线波段股 长线波段股 我认为很短时间 它会给你一个答案 如果台北股市 明天指数又涨 只有涨四五十点的话呢 那么立场成交量 还是这个八百亿到一千亿的话 它应该 因为它刚刚面临到 这个压力嘛 所以这两边突破的话呢 可能这个 这个叫什么 大底就出来了 特斯拉昨天就涨五% 特斯拉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这个 这个刚才看到的 这个叫什么 比亚迪 昨天也创下了五年 五年来的新高 涨停板 涨一层喔 对 因为他们涨停板是10% 然后呢 今天 在中国大陆股市 仍然持续大涨 今天中国大陆最强 还是一样 风能概念 我们风能概念 这一两天要震荡一下 会震出一个架构出来 你要注意喔 还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比亚迪概念 是所谓的 特斯拉整体的一个架构 好 那今天又一支 我们刚才说有话 有话 那么另外一支就做 来看一支 47 47 43 合一 这也是我们今天 本来想偷偷告诉你说 我明天才要宣布 不过今天已经动了 动了 就跟大家讲一下 像这种都是底部完成的 这个叫合一 合一 4743的合一 像这个底部完成的股票 大家要留意 生技股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些股票真的会飙得很凶 好 那么我们今天又再加进来 又换了一档股票 这个叫广民 今天插一档涨停 股票市场就这样 整理完 这里供一次 这里再供一次 好的股票 尽在我们的金竹鱼当中 好 谢谢邱老师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同时也是告诉我们 生技股的机会来了 而且也帮我们点出 非常多的指标股 否则后续我们也会持续 为大家一起来做个追踪 那明天同一时间 与你再会 拜拜 拜拜